在科學研究領域裡邊 沒有哪個遊戲是做一做就結束了 去做研究不可能 你一做馬上就出非常好的結果 其實你一做經常會出現的結果 是那些不好的 你要有自己的那種遠見 我叫撿貝殼還是挖金礦 胃口越來越大 你的風險就越來越大 你的不確定性就越來越大 遊戲不完畢 遊戲不完畢 我是盧柯 現在主要從事金屬的納米材料的研究工作 我本人做了30多年了 就是看能不能在納米尺度下 調整金屬材料的微觀結構 來提升它的性能 我上大學是16歲 在甘肅山區裡邊考了大學 考大學改變了我的命運 到金屬所讀研究生 又是一個重大的轉成 讓我認識到科學研究 到德國去做博士後 讓我認識到科學研究 這個在世界範圍內 是一種什麼景象 俗話說開了我的眼界 這些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發生的事情 這是我上大學的時候的教科書 一直到現在我還在讀 有時候還要拿起來翻譯 你看這個是1983年3月1號 我81年上大學 83年開始學專業課 就開始讀著學這本書 所以這本書真是被讀爛了 Glite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文革剛剛結束 我們起步肯定是晚了 但是我們很快就跟進了這個方向 我們碰到過好幾個機動人心的時刻 2000年第一篇science文章 那個超速延展性的銅 實際上是用電鍍法做的 跟剛開始Glite提出來的那種 製備技術完全不一樣 後來就在這種 利用改進電鍍的工藝 發現了納米鑾精結構 看到納米鑾精結構是04年 找到了一個新的結構 而且它有一些獨特的性能 這10年預期說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不如說這10幾年 我一直在找方向 表面納米化是從97年開始 所以最後選這個方向 我們覺得做快體的納米材料太困難了 必須先找一種 能夠真正讓這個結構 讓工藝上能用上 但是做得很艱苦 首先是你就找誰做 誰都不願意做 大家不認為這是一個方向 不同的是只要誰看見就給我潑冷水 招到博士後跑了 招到職工來做的也不願意做 做科研是修行 是修行要很寂寞 你要有自己的那種遠見 我的目標就是要去挖一開鑽石 但是有可能我一無所謂 這個完全有可能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天天晚上在那家 不知道到十點 十一點 真正做到通過車床能夠做出來 2010年 那個文章大概是2011年發表的 花了14年時間 從那以後就現在 梯度納米結構 都是從那以後開始出來 2020年未來科學大獎 物資科學獎獲得者 如科 號稱百萬美金的大獎 我放棄了領獎 但是我尊重評委會的評審結果 所以我的名字還是被列在 未來科學大獎 但是後邊寫了個括弧 為領獎 那時候我們已經可以通過 無論電鍍 或者是表面納米化 都可以把它做成 精力尺寸能降到幾十個納米了 或者是十個納米都可以做到 這時候我們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再想 能不能想下去 大家就會覺得不可能了 因為越想就越滾 有時候你會覺得豁然開朗 或者是那種 就是讓你最興奮的時候 史瓦爾茲結構 就是這樣一個 這個是從1415年開始做的 2020年的8月份 我們把它稿子掏出去了 然後到2020年的11月 文章就發表出來了 它叫匿名神稿 說了這麼一句話 祝賀作者取得這麼重大的發行 祝賀材料界出現這麼重大的發行 這是我看到我對我論文最好的評價 福蘭克林梅爾獎已經有100年的歷史 我可能是第101位獲獎者 美國工程院的院士 德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 也都是外籍院士 發展中國家科學院的院士 其實你是現階段 在你現在的認知範圍內發現的這個東西 你覺得這是個重大的 是個節點 但是不是重點 在科學研究領域裡邊 沒有哪個遊戲是做一做就結束了 其實都在不斷地往前走 我是93年從德國回來 加入93既偶然又必然 作為一個黨派 人數不算多 但是它的特點非常鮮明 就是科技 兩代一性的年代 那些大科學家 提出了很多意見建議 遞給國家 中國的國家的發展 其實對我們黨派 要發揮作用題的要求越來越高了 18年 去到政府當副省長 這個是出乎我意料的 國家希望 更多的有科研背景的人 進入到行政管理體系中 那麼我們就是一種責任了 跟我的同事就一起分析 所以遼寧的科技工作 重點應該放在哪兒 努力的方向應該是什麼 遼寧產業的三個主要的資助 材料是其中一個 我是希望能夠做出一個新的研究平台 然後在這個平台上做出更高水平的 更高效率的科研工作 所以我們就10月份就在這兒奠基了 那時候這還是一片荒地 四年零四個月 最跌宕起伏的就是2020年 那一年 史瓦斯從有最初的想法到顛覆了那個想法 最後重新又找到了一個新的東西 一邊在做行政管理 一邊又突然告訴我得了一個大獎 反正所有離奇的事都在那一年發生了 不能這樣實現了 只能是說在這個方面大家要認可 當然現在我們確實是在金屬納米采蘭這個領域裡邊的 這樣幾個方向我們一直在引領 我不知道什麼時間成為的網紅 我就一直不願意成為網紅 有好的評價當然高興 但是我不太在意 因為我們做出來了 這個過程我其實已經經歷過了 我也很享受 虧欠更多一些 因為這的確是時間就這麼多 我父母就 我已經接過了他們就在我旁邊住 已經30多年了 我有點時間就去陪他們 跟他們吃吃飯聊聊天 快90歲了 他們對我的希望就是健康就行 健康快樂 這就是家長對孩子都是這樣 從來也沒想著你要當院士 從來沒想著你要得個什麼獎 這像鏡子一樣 這個就跟 這個雲彩跟上面的雲彩連在一起了 我現在其實是已經60歲了 不能說一路開掛 一路很艱辛 但是一路都在踏踏實實地走 我剛開始的目標 我希望在國外的這個雜誌上 發表一篇文章 再後來是我希望能夠發現一種新的結構 再到後來 就是這個學科裡邊在哪些方面已經走不動了 我希望能夠做出一個東西來 讓大家看到 希望讓我沿著這個方向走 我們是改革開放以後不是最早的一批 是比較早的那一批接受教育的 有時候到外邊去講課的時候 經常就有一種幻覺 這跟我在甘肅窑洞裡邊讀小學 有什麼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 也有關係 只能說明一個就是說 國家在我記事的這一段期子內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所以才給了我們這麼豐富的精力 我沒有遺憾 我都認為是幸運的 因為人生有很多如果 其實有各種各樣的所謂的好 就看你從哪個出發點 沒有什麼事情是有一個終點的 它都是要往前走的 我們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 在有些方面往前走了一步 我們的下一代一定會在我們這個基礎上 還會往前走 所以不要停 遊戲不完結 遊戲不完結 遊戲不完結